黄灾又出现了 这次不是中国 7月12日 俄罗斯南部边疆克拉斯诺达尔出现黄灾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密密麻麻的蝗虫肆无忌惮的在墙壁上 农作物上和马路上爬行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粮食安全 目前黄灾已经扩散到了约40万亩土地 在贫困年代里 这样一场黄灾往往会让成百上千人活活饿死 都说冤有头债有主 那么当遭遇黄灾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宁愿饿死也不吃黄虫呢 其实大家不是不想吃 而是不够吃 吃黄虫的办法古人早就想到了 而且还真的付诸过实践 史书上记载过最有名的事件 当属唐太宗吃黄虫这件事了 征官二年 长安大旱 黄灾紧随其后席卷了大面积的粮食 唐太宗大怒 随手抓起一把黄虫说道 骨子是百姓的命 你们吃百姓的骨子 我就吃了你们 说完就往嘴里塞 这个生吃黄虫的故事多少有点夸张 不过平民百姓通过真煮的方法来吃黄虫 倒是并不少见 虽说有的黄虫煮熟后也可能含有毒素 但人都要饿死了 哪还管那么多啊 唐朝德宗年间就曾这样记载 东自海西进河隆 黄虫碧天 所致草木不留 田家石镜 百姓鸡 补黄为食 意思是说东到沿海地区 西到河西走廊和甘肃一带 黄虫遮天蔽日 鸡鸣没有粮食吃就抓黄虫来吃 而在元朝制这年间 河南 山东 河东等地出现黄灾 鸡鸣也都会捕捉和吃黄虫 既然古人知道抓黄虫吃 为什么还是会有无数人饿死呢 第一点 黄虫不够吃 没错 不是不好吃 而是不够吃 这是因为生物在进食的时候会出现能量损耗和浪费的情况 当黄虫吃掉粮食以后 有一部分粮食没有被完全吸收 而是通过排泄浪费掉了 还有一部分转化为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 只有非常小的部分被储存在了黄虫体内 黄虫的个头不可能因为吃了100斤粮食就长成100斤 所以哪怕人们把黄虫都吃完 也肯定比不上吃粮食养活的人多 第二点 则是因为黄虫的迁移速度太快了 当黄灾过境的时候 大家家里应该还是有鱼粮的 所以不太会吃黄虫 等到地里的庄稼都被吃光以后 家里的鱼粮也基本吃完了 这个时候 再想要来抓黄虫吃 就太晚了 因为黄虫吃完一个地方的庄稼 就会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 在当地剩下来的黄虫根本不够吃 可能吃上几天就要继续饿肚子了 为什么古代动不动就有席卷全国的黄灾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在我国古代 黄灾和水灾 旱灾并称为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 它发生频率之高 危害地域之广 造成死亡人数之多 哪怕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 也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上到历代统治者 下到古代普通老百姓 对黄灾都是又怕又恨 中国旧荒史中对于黄灾次数 有过十分详细的统计 秦汉黄灾平均8.8年一次 两宋3.5年一次 到元代更是1.6年一次 几乎是年年都有 而明清两代也有2.8年一次 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都堪称世界之最 直到民国时期 黄灾也时有发生 比如民国16年 山东出现严重黄灾 导致69个县受灾 700余万灾民 忍饥挨饿 可以说 从公元前700年 到建国以前的2600多年时间里 治黄政策层出不穷 但却总是治标不治本 而直到建国以后 这样的情况才得到了根本改变 要说是谁让14亿中国人都能够吃饱饭 或许很多人都会说是元老 但要说是谁保护了我们的口粮 不被黄虫吞没 那就不得不提到我国的治黄专家马世骏了 建国初期 国内为了应对黄灾 开始饮用化学农药 比如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是用飞机喷洒农药 这样做杀虫率高 灭杀范围广 但就是成本太高 而且治标不治本 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因此 国家希望找到其他有效的办法 来根治黄灾问题 于是在1952年 刚刚从外国留学归来的马世骏 就被委以重任 让这么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来解决困扰了我国2000多年的大难题 听上去多少有些难为人 但是马世骏不这么想 他想着自己一回国 就被委以重任 这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人手有限 要是自己不上 还有谁来研究这个问题呢 如果真能根治黄灾 自然最好 要是不能根治 多少也能为国出力 不辜负自己多年来的刻苦学习 于是 马世骏二话不说 就接受了这个看上去 无法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 他就带着助理 深入到了蝗灾的发源地 希望从中 找出蝗灾发生的根本原因 古人都说 汗急而黄 可为什么干旱以后 蝗虫就会迅速繁衍呢 人们普遍认为 蝗虫喜欢把卵铲在地下 在干旱的时候 这些卵不会被水淹没 所以成活率大大提高了 马世骏通过调查发现 干旱时 蝗虫卵的数量 并没有显著提升 而成活率 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于是大家认为 水分是导致蝗灾的主要原因 但马世骏则想到了 影响昆虫存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真菌 一般来说 土壤中存在着大量的真菌 它们会和各种病原体一起 让昆虫感染上多种疾病 以至于一批蝗虫卵 往往只有1%到5%的个体 能够存活到下一次繁殖期 真菌对于蝗虫的压制效果这么明显 但却有一个致命缺点 那就是怕热 真菌怕热到了什么程度呢 人类几乎很少得真菌引发的疾病 因为我们的体温就足以让它们知难而退 只有在身体末端温度较低的地方 才有可能感染上真菌病 比如矫气 在干旱的时候 地表土壤开裂 阳光直接照射进地缝里 杀死了大量真菌 相当于直接给蝗虫卵 来了一次全身消毒 这才提高了蝗虫卵的孵化率 明白了这一点后 其实想要根治蝗灾 就有大致方向了 以往人们总是在蝗灾发生的时候 才想到要用化学药剂杀灭 或者用积压的天敌属性来克制 但是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 今年的蝗灾是扑灭了 可过了两年 还是会爆发大面积的蝗灾 所以马世俊想 我不能只做一个灭蝗专家 更应该做的是防患于未然 让蝗虫卵孵化不出来 让它们没法危害庄稼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保护好真菌 要保护好真菌 就要营造一个 有利于真菌生长的环境 由此他提出了 改制结合 根除蝗害的战略 也就是把工作的重点 从杀灭蝗虫 转移到保护生态环境上来 在我们今天看来 保护生态环境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70年前 这绝对是一个高屋建林的想法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马世俊带着工作人员 在蝗虫发生地 修筑堤坝 控制水位 先让蝗虫无处产卵 然后根垦湖滩荒地 保护当地的植被和土地 让自然环境中产生的真菌 来代替人类对付蝗虫 从建国初到上世纪末 经历了将近50年的长期工作 困扰我国2000多年的蝗灾问题 真的被根治了 虽然各地还是会有一些蝗灾发生 但是基本上 很难再出现蝗虫的大面积转移了 曾经的大蝗灾和饥荒 也一去不复返了 50年的时间 耗费了一位科学家一身的心血 足以解决一个世界难题 却也足以让这位老人 与世长辞 自21世纪以来 14亿人都能吃饱饭了 但是这位老人却再也看不到了 今天望着一片片金黄的稻田 我们依然会想起千千万万 和马老一样的科学家们 每天还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